一輛私家車沿著土骨環碼頭圍道行駛 當駛至土骨環市政大廈對開時 撞到一輛救護車的車尾 救護員於事報警 但警員到場調查期間 私家車男司機突然汽車逃走 警員在九龍城都與新山道交界 將男子接獲 男子一度反抗 最終被警方制服 警方在現場向男司機進行約架測試 經調查後以阻差辦公將他拘捕 事發在星期四早上近7時 事件中一名警員手腳測傷並且感到頭暈 需要送院治理